可以搜寻一下开放资料 里面当然有像桃园的开放资料 或者是中央政府 或者是说其他台北市 我刚刚有用了像政府的这个 里面他有一个 你可以Google 上面可以搜寻一下PN2.5 或者是说其他的 或者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他这一大堆太多了 你可以找一个可能你比较有兴趣的 而且他有分成很多很多 这么多了 其他另外或者是可以找一下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里面我常取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找到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 他里面所有的资料里面 你可以看到最下方 他这边有一个资料格式 格式部分你可以点选里面的格式 你会发现目前最常被用到的 你可以看到 后面瓜尾有数量 大概就是几种 比如CSV有407种 Jason有11excel 好像看起来最多好像还是CSV 也许你可以从CSV里面找 里面筛选一下 这样的话他就会帮我找到有一些 网路上的开放资料 其中有一个 我是推荐各位可以用的 这边有筛选好像可以按照什么 按照类别等等的 或者按照更新的时间 其中有一个是 你可以找一下公有的零售市场行情 这个的话当然就是 比如说市场里面卖的那些蔬菜水果 它的行情是多少 比如说假设这边公有 这个是公有零售的市场行情 里面的话 这边当然有一个下载 我印象中这个是CSV 你下载之后的话就可以CSV 你可以把它点选打开来 按右键 我是建议你按右键之后开启 一样用那个记事本来开 虽然它是一个CSV 你打开来 它会预设是用Excel 大概长这样子 不过我还是比较推荐 各位可以先用那个记事本来开 为什么 因为用记事本来开 先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另存新档一下 它的那个编码方式 是不是UT28 如果不是UT28 你就不需要后面加一点 勾点等UT28 那个是可以不需要 如果你反而加了 反而有问题 所以特别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假如说它这边总共会有 1 2 3 4 5个栏位 那如果说我今天 只希望其中的什么 其中的市场跟 或者品名跟 市场品名跟价格 前面不需要的话 那我怎么可以 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 那这些资料里面 好像有一些 可能会有罗王状况 比如说它这边好像有蛮多空白的 那你可能就是怎么样 资料抓过来之后 要把那个空白给去掉 所以你可以记一下一个方法叫strip strip的话 它可以把前后的 什么的空白给去掉 那strip刮虎里面就跟他讲说 我要把空白给去掉 然后他就会把空白去掉 那也许可以试试看 另外的话 也许你们还可以找 未来其实我是希望说 在不同的地方卖的像青葱好了 它后面有个价格 不同地方卖的价格 当然会不一样 那你比如说你要想要买青葱的话 那你可以从这边找到说 哪个地方买青葱最便宜 你会发现青葱价差可以差到好几倍 可能30块跟300块都有可能 一把青葱 可能贵的地方就不一样 那有什么差别 我想是可能地段的关系 比较热闹的一点的地方 卖的价钱就不一样 这个我想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里面因为后面 我们还会试着从网路上面 捞一些资料来练习 那接下来的话 待会有一个练习题 就是请各位 再一样到云端白板上面 刚刚我们是利用那个Member 那现在的话要换一个 叫做学生成绩 那一样你请各位把它打开来 一样把它下载 这边点档案里面有下载 下载格式的话 请各位下载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Excel档 丢到Google市算表 然后Google市算表 如果说我要拿来用的话 其实最简单 还是建议用CSV 所以请各位把这个先下载 这边就有个学生CSV 但是跟各位顺便讲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把它下载之后 我把它拖拉到 我们的根目录底下 但是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如果我今天我不要 我假设我不要直接拖拉 我希望直接就存取这个路径 就是系列底下的users 的这个user download这个路径的话 我不用我直接就要存取它 那用什么方法 要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特别是我们以刚刚这一题来看 Member 假设我这边有个Member 我这边也有个Member 那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这个Member 我不要call过来 我把它删掉 那我这个路径 那现在一直其实一定会错 因为他找不到路径 OK 他这边出现那个 file not found OK 那如果说我要让他指向正确的话 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怎么样 把刚刚的路径到他 所以我的路径在哪里 在这里 那我的习惯是点上面一下 这边就有个路径把它复制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复制的时候啊 你可能要注意一个地方 就是说因为他这边有一个 这个叫反斜线 那这个反斜线啊 在那个我们的python里面呢 是一个保留的资源 那当然相对会冲 所以呢我们把它复制之后的话 直接怎么样就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把它贴上 那最后记得一个反斜线 不过啊 如果你希望呢 他现在陈日执行的话 理论上啊 会有充满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这个单影 如果之前遇到好像 新的版本这个问题 好像应该就没有出现 我试一下啊 哎 他会出现什么 他看不懂这个路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 这个反斜线的关系 那我们以前做法就是什么 再加一个反斜线 有没有 再加一个反斜线 有没有 如果你要加四个 我建议各位有一招更简单 如果你要加四个啊 倒不如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小R 哎 这招给大家记一下啊 这个加小R意思说 后面它是一个路径 它这个是一个蛮特殊的用法 也就是后面你不用一直反斜线 好啊 当然如果你要四个反斜线也可以啦 只是说呢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记 OK 推荐给各位啊 如果你后面呢 不用拖一字圆 你前面加一个小R就可以了 OK 而且是要小R 你不能用加个大R OK 好 把它执行一下 哎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所以呢 理论上啊 假如我们要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绝对路径的话 请你把那个路径抠过来 记得哦 那个路径后面哦 一定也要多这个 因为我抠过来就抠前面这一段 前面加个小R 好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请各位哦 试着把那个我们那个 云端上面的这个学生成绩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 也许我们用绝对路径好了 那我希望做什么呢 帮我统计一下 这些人哪一个人的 大概有几个重点呢 我们把云端上面看一下 这上面我有一些 读取刚刚的东西我这边有了 另外的话呢 变化集就是下载这个档 并且计算什么呢 国文英文数学的各科的总分跟平均 也就是这里面的总分跟平均 来帮我算出来 各科哦 所以如果你全部读进来 println没办法计算 所以很办法 你一定要切割 好 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呢 如果你计算完各科的总分跟平均之后 请你告诉我 国文最高分是谁 英文最高分是谁 数学最高分 各科最高分是谁 好 这个就比较难了 好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第一个 把那个路径改为绝对路径 不要用相对路径 第二个的话呢 再去下载那个 学生成绩点CSV的档案 那我是希望呢 帮我计算 各科的总分跟平均 第一个 第二的话帮我计算呢 各科的最高分 还有最低分 国文最高分是谁 最低分是谁 大概是这样 来试一下哈 我们试一下哈